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番茄牛肉湯 那我們準備的食材有 牛健心一顆 番茄一顆 適量的蔥花還有鹽 然後水的部分是八杯 那牛健心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有先加了 豆瓣醬大概三匙左右 炒過 我們先把牛健倒進鍋裡 再把番茄倒到鍋裡 稍微把它攪拌均勻 再加入八杯水 我們就放到微電鍋裡面 好,我們就放到微電鍋裡面 把麵 盤上蓋子 安全鎖鎖緊 那我們今天 使用的是燉煮的 煲湯 那時間大概是20分鐘 那我們現在按上開始鍵 這樣就可以囉 好,時間到囉 好,時間到囉 那我們先按取消鍵 那把安全鎖解鎖 打開來 好 那我們加入 適量的鹽巴 好蔥花 稍微攪拌一下 這樣就完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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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